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继续关注深度105 往事调查 旧文新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 香港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的热播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而这部经典剧集中最令人喜爱的角色 无疑就是聪明伶俐 而又刁蛮任性的翘黄龙 但是她的扮演者翁美玲 却在处于事业巅峰的时候 结束了自己26岁的年轻生命 一时间人们是扼腕痛惜 今年正值翁美玲去世25周年 继一个多月以来 翁美玲的忠实影迷们 以他们所特有的方式怀念了自己的偶像 同时也在怀念了过往的青葱岁月 2010年6月14日 在北京 翁美玲的影迷们自发地组织在一起 用传递翁美玲千名照片以及留言的方式 纪念翁美玲去世25周年 阿翁是影迷们对翁美玲的爱称 他们一起给翁美玲留言 看翁美玲的书 欣赏儿时收集的贴纸 来怀念这位伴随他们走过青春岁月的偶像 1984年 由金庸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传传》 开始在内地播出 作为第一批引进内地的香港武侠片 当年创下了空前的收视奇迹 剧中女主角黄蓉 刁蛮任性活泼可爱 极具个性化的人物形象 深深吸引了当时无数少男少女的心 黄蓉的扮演者翁美玲 也因为对黄蓉这一角色的成功演绎 一跃成为内地观众心目中偶像级的明星 我从初中就喜欢她 一直喜欢了很多很多 一直到大学到研究生 黄蓉就是每个女孩心目中的那个梦想 很多男生当中一个就是偶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内地的文化娱乐生活还不太丰富 而高度商业化的香港影视剧 给内地观众带来了极大的娱乐冲击 像《射雕英雄传》这样的经典剧集 更是风靡一时 翁美玲所扮演的黄蓉 她其实契合了那个年代 也就是一个传说式的一个人物的 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东西 一下印刻在了大一线 随着《射雕英雄传》 在各地电视台的相继播出 翁美玲在内地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影迷 然而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1985年五六月间 却从香港传来了翁美玲的噩耗 当天香港各大报纸 以醒目的标题 纷纷报道了翁美玲煤气中毒的死讯 一时间她的死因成为不解之谜 而有关她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纠葛 似乎也都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这是目前发现的翁美玲最早的一张照片 1959年5月7日 生于香港的翁美玲 小名南南 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 备受宠爱的她 从小就喜欢音乐和舞蹈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到了翁美玲七岁的时候 父亲突然病逝 一家人断了生活来源 一个七岁的孩子 然后父亲突然不见了 她母亲还不得不去英国移民 来开始新的生活 把她一个人扔在香港 我想这个经历对她来讲 确实是会影响到她的一些对成长经验 亲密的一个看法 在2006年 由翁美玲影迷发起出版的 《翁美玲1959-1985》这本书中 用大量资料记录了翁美玲的童年经历 以及日后对其性格产生的影响 书中首次披露了翁美玲 1973年在香港写给母亲的家书 却完全不像一个14岁的女孩所写 劝母亲凡事要看看 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 有时实在防不胜防 只要自己做事心安理得和临危不乱 才能应付 为了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1974年 15岁的翁美玲来到英国读书 并顺利考入伦敦中央艺术和设计学院 毕业后开始从事纺织设计工作 这一经历 培养了翁美玲独特的气质和审美能力 无形中为她日后进入演艺圈 奠定了基础 在英国待了八年之后 23岁的翁美玲 因为与荷兰男友分手到香港散心 偶然参加了当年香港小姐的选美比赛 她的人生也从此彻底改变 香港车辆很多 如果是你呢 你会考虑一种什么方法来减少汽车的数目 我认为汽车比赛 有些旧的汽车 比如过了10年的汽车后可以不耐 用那些废铁来填地 我们就更多的道路 因为身高的原因 翁美玲最后只得到了第八名 但她独特的气质和高学历的背景 还是为她赢得进入娱乐圈的机会 翁美玲也从一名纺织设计师摇身一变 成为了香港无线电视台妇女亲资的主持人 几个月后 翁美玲开始在广告中频频亮相 不久她被邀请参加无限当年的大制作 电视连续剧《十三妹》出演双格格 她的青春活泼调皮可爱的荧幕形象 也就此奠定 那翁美玲也是当初接十三妹 她也有得到这么或多或少的一点提示 说演好这个可能有一个更大的角色 会在等待着她 果然到了1982年年底 无限筹拍由金庸人柱改编的大戏射雕英雄传 并公开还选黄蓉的扮演者 在三千人的激烈竞争中 应邀视镜的翁美玲凭借出色的表现 最终被确定为扮演黄蓉的人选 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有灵气 很有某一些某种东西是在镜头面前可以表露出来的东西 1983年 香港无限以边播边拍的方式推出射雕英雄传第一步 贴写担心 随着收视率的节节发生 由翁美玲扮演的黄蓉形象大受欢迎 翁美玲也一跃成为香港的一线当红明星 一时间炙手可热风光无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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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艺人对一对天衣无缝的配搭 庸美玲、汤震叶的Rumb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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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l right 好 柜 好 好 一九八三年 对于翁美玲而言 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一年 这一年 她与在十三位中 饰演安公子的新锐演员汤振夜 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这段画面是翁美玲走红时 香港记者在翁美玲的家中 拍摄的两人生活片段 画面中 翁美玲与汤振夜的感情 看上去非常融洽 而翁美玲也丝毫不对媒体 回避自己的私生活 大家清早一下 有时她呢 有情我威威娅 我通常都威威娅 是呀是呀是呀 有个不定数不定 打我 是呀是你给我打 够你打就发难打 因为她拍拖的时候 她问我的嘛 那我就说 可以 但是不要跟外界晓得 这人生活不要摆出去 虽说谈起了恋爱 翁美玲还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工作上 她渴望计 射雕英雄传之后 能在事业上再创一个高峰 听到了 听到了还遮遮掩掩的 你怎么那么粗鲁 你那么斯文 1984年 有翁美玲参演的电视剧 天师职位 在香港播出后 取得了当年最高的收视率 这一年 翁美玲影迷会也宣告成立 25岁的翁美玲 站在了人生的最高峰 然而 翁美玲并没有想到 在天师职位之后 自己的演艺视野却开始走向滑坡 接下来出演的 《楚河汉界》等电视剧中 虽然翁美玲努力突破演技 但播出后却反应平平 这让她感到很迷惘 他曾经寄托着 一代青年的梦想 方荣就是每个女孩 心中的那个梦想 他事业巅峰之际 却突然告别人世 这么有潜质的 这样就离开我 人去的都是 这是一个 永远都是一个遗憾 说究闻 翁美玲 一个永不褪色的回忆 稍后请继续关注 深度105 步入1984年年中 翁美玲的感情生活 也很不顺利 当时名气远不如 翁美玲的汤振业 出于各种压力 开始有意疏远翁美玲 令她十分苦恼 她的必须在于 她太成功了 而且她没有找到一个 特别合适的这个男 就是她跟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没有得到这么 这么命运的一个后代 到了1985年 在事业与爱情的夹缝中 翁美玲变得越来越抑郁 在这些她自杀身亡前两个月 拍摄的照片中 明显看出她变得日渐消瘦 表情也有些呆板 当时有香港媒体猜测 她是患上了抑郁症 她忧虑都在心里面 不会说出来的 她可能在那个方面 是有些抑郁症 然后呢 但是她又很好强 她这句话又不会跟 那个父母讲 因为她还是一个 愿意报喜不报忧的 这么一个人 不堪精神重负的翁美玲 终于提起笔来 给远在英国的母亲 写了最后一封信 信中充满了无尽的叹息 这封信的落款时间 是在她去世前的一个月 今次又去看上次那个相事 她说 我一定要到31岁才可结婚 那么我急事要挨多五年呢 哎 真苦 这是五月六日 一家杂志社 为翁美玲拍摄的生前 最后一组图片专辑 五月十四日凌晨 翁美玲在家中开煤气自杀 轰动了香港 无数人为之惋惜 这么有潜质的一个人 这样就一看我 她应该是 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一片光明的一个小女孩 对我来说是蛮一个蛮大的经历 而且一个蛮大的打击 有时候我也是蛮自己淘贝 不想看 不想看了过去 现在人去过来都是一个 这是一个 都是一个遗憾 都是一个遗憾 五月二十八日 翁美玲的骨灰被送往英国安葬 墓碑安放了一张 她一九八二年参加选美时的照片 她的这种嘎人的离去就像一个很辉煌的交响乐一样 突然一下停在了一个很优美的音符的一个地方 翁美玲去世后 每年都有影迷到她的墓碑前祭奠 怀念她 直到今天 仍有电视台在播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 翁美玲的影迷群中又有了八零后九零后新影迷的加入 其实每一个喜欢翁美玲的人 其实都非常简单 他们只是喜欢自己所想象中的 所想象中的自己 他们都从翁美玲的身上 扮演黄龙的身上 找到了自己身上的 那缺失的那一部分 或者他们喜欢的那一部分 翁美玲的影响力 除了她本身的魅力 其实也和那个时代的背景 密不可分 改开放之初 内地相对贫乏的娱乐生活 造就了无数的杠台明星 对于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 他们因为黄荣而认识的翁美玲 并将翁美玲作为一个鲜明的青春印痕 而鸣细在心 这或许也是翁美玲短暂人生的最大量子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深度105》 我们下回同一时间 再见 我们下回同一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